Hello,大家好,我是Jay 5164是百达菲利的Travel Time旅行观表中可能最受欢迎的一款表 它的造型,还有它的橡胶表带,还有它的钢表壳 它的Aquanel系列都是非常受人欢迎的 但我注意到很少有人谈Travel Time这个功能的历史 那么其实百达菲利在上个世纪就开始了制作旅行万表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两个型号 一个是2597,一个是5164 然后我们来讨论百达菲利的旅行万表系列 2597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 它是百达菲利在1960年代发明的一个旅行万表 这个发明呢,它是Louis Cartier 也就是帮助百达菲利发明了世界史万表的那个设计师发明的 那么百达菲利的这些旅行万表呢 世界史也是旅行万表 都是Louis Cartier制作的 那么当时除了世界史之外 百达菲利想要再重新做一个关于旅行的万表 因为在60年代大家都知道 国际飞行其实是非常昂贵的 可能要花到你5%到10%的年薪 就是普通人的年薪 所以非常的昂贵 很少有人去飞 但是需要这个功能的人呢 也就是经常飞的人呢 他们也就需要一个这样能帮助他们能快速调整时区的万表 所以百达菲利就瞄准了这个市场做了旅行万表 也就是2597 2597看起来其实和570这个经典的Color Trava 这样的一个小三针大三针 这样的一个百达菲利经典的简单的才蒙里万表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2597它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壳形的左边 有两个小的按钮 那么这个按钮呢 上下两个按钮可以分别向前或者向后调整你的时针 也就是可以向前向后调整你的时区 比如说你现在从纽约飞到洛杉矶 那么你就要向前调整3个小时 那么假如现在你是下午3点10分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3点钟往前调3个小时 那么现在你就是12点10分 所以这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 然后也能帮助无论是经常飞的人 或者还是飞行员机长都能快速的调整他们现在所在的时区 因为这个旅行万表的瞄准的客户群体非常的稀有 也就导致这个旅行万表2597也非常非常的稀有 要比正常人的想象中还要稀有很多 而2597其实有两个系列 第一个系列呢是有一个小时针 还有一个分针 还有一个秒针 但是它的第二个系列有两个小时针 也就像我们今天要讨论的5164一样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5164也同样拥有两个小时针 现在这样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啊 因为现在它两个都是重叠的 大家看到如果这个是纽约的早上7点20分 那这个就是香港的晚上7点20分 这个呢是它能显示晚上和白天 两个这边也能显示夜晚或者白天 这两个是home和local 两个可以显示夜晚和白天的指示 那么如果我按这边按钮呢 它就能这样子调整快速调整它的时区了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 就是非常简单非常好用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如果我要飞到 比如说东京比这边 比香港要晚一个小时的话 那我就按一下 它就可以快速的到 就是很简单很方便 我觉得这个按钮的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这个按钮和这边的两个一个保护表耳的 一个这样的设计 感觉非常的平衡 那么普通的5167上面呢 这边是没有这个按钮的 那你就感觉这边是跟这边的壳形是不对称的 但因为这样的这个两个按钮的一个设计 左右这个表是非常对称的 大家看到这个表表壳 其实做的非常简单 就是这边有一个brushed finish 然后这边是一个polished finish 两种不同的打磨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表圈上面也是一种 就是brushed这种比较哑光的一个打磨 然后和这边旁边的这种比较亮的打磨是不一样的 就是整个表壳的形状非常简单 非常的阳刚吧 它表耳非常的强壮 然后也非常简单的线条 它的表盘上除了有这个日夜显示之外 它的表盘上的这个地球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还有这个日期图案我非常的喜欢 因为一般日期的图案要不就在三点钟 要不就在四点半这个地方 非常的突兀 而这个它拥有了一个圆形地球的一个设计 这个日期也这样就是圆形的这样显示 就感觉非常的干净 和这个其他表盘的元素都融为一体 然后这夜光都非常的大 所以你在夜晚看的时候也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清楚 这个表带用的是贝达菲利 在阿宽岛上系列都配有的这个叫Tropical 也就是橡胶表带 这个是黑色的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versatile 就是每天都可以带嘛 当然我也只好有绿的表带 绿的表带现在炒得非常贵 我觉得也不是很合理 但是很多人还是喜欢绿的 现在绿的表带一条 我听说可能要八千刀到一万刀这样 是非常昂贵的 但是这个黑的也不便宜 我可能在记得你要找百达菲利直接订的话 可能要三百多刀 还有这个clasp 这个表扣也是就是两边都折叠的 也非常的安全 然后也非常的牢靠 然后你再把它这样摁一下就可以打开 戴着手上非常的舒服 这个机星是百达菲利324家族的一个机星 有这个黄金的摆驼 和大家熟悉的可能武器奥奥 那些硬武罗都是用的同样的 然后它也带了一个中央大秒针的一个设计 这个机星呢 就是无共无故 非常的也漂亮 非常标准 非常的百达菲利 但是呢 它确实好多年没有更新了 然后这个表的动力储存呢 确实也不是那么那么足 但是它还是挺够用 然后长得非常漂亮 这个摆驼 全金的摆驼也非常 做的打磨也非常的好 那这个表的最后一个特点呢 就藏在它的表盘上 大家可能有的人注意到了 这个Patek Philippe Genève 上面的写了还有一行字 叫Tiffany & Coe 那这个Tiffany & Coe呢 让这个表变得 稍微的更稀有了一些 稍微可能 说的轻了 可能稀有的比较多 因为有Tiffany这样的一个印章的 这个5164 可能一年在白达菲利 也就能只能拿到几块 这个印章是唯一一个 它的白达菲利 Retailer 它的零售商 在白达菲利的工厂上 印的这个印章 这个名字 所以它们每年印的 会印一些表款 但是印Tiffany & Coe的表款 不仅少 而且就是印的那些表款 它出来的表也非常的少 我们一看到这个Tiffany & Coe 和刚才我们看到的2597上面 都一样有这个Tiffany & Coe 就是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这个Triple Time的5164 就和之前他的爷爷 也就是2597 非常有联系的 就是紧密的联系的在一起 因为两个同样都是Triple Time 一个功能的表 而同样都有Tiffany & Coe 都同样在Tiffany这家店里被售出 我觉得这个关系非常的有趣 接下来我们来上手看一下 我们现在上手呢 就是它这个表说的是40.8毫米 但是我实际上上手 因为我之前很习惯戴特别小的表 这个40.8我觉得并不大 可能因为它表耳的长度之类的 然后加上它非常贴手 就感觉这个戴的效果 感觉我也觉得就跟个39差不多 39.5 可能比有些厚的39.5还要更贴手一些 作为一个运动表 觉得稍微大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戴上的效果 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日常佩戴 然后它的橡胶表戴 这些感觉戴上去非常舒服 所以每天佩戴也很好 旅游佩戴也很好 是一个非常外能的一个选择 OK 那今天我们讲5164就聊到这里 大家记得5164有一个爷爷叫做2597 他是把费力Travel Time旅行万表的诗作 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 就是当时60年代的一个Louis Cartier的 两旁边的按钮的设计 在2011年被重新诠释 在一个Aquanot 一个非常休闲的运动表里面 我觉得这个传承非常漂亮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